hello 欢迎学习爬众个人 那么上几个我们是跟大家讲了一下 那种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个cookie的那个问题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人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高级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之前我们想一下在这个流浪机当中 这个cookie信息 这个cookie信息它是从哪里来的 很明显这个cookie信息是我们在什么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很明显这个cookie信息的话 你现在发送给那个人人网是可以有这个cookie信息 那么其实这个cookie信息之前的话 是因为你在登录登录完成以后 这个人人网给你返回回来的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它这个流程以后 那么我们在代码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模拟这种行为 我们在代码当中 我们就可以先让它去登录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代码当中 先让它走一下这个登录的结构 走完这个登录的借口以后 走完这个登录的借口以后 它那个人人网的话 就会把那个cookie信息返回给我 对吧 那么我拿到这个cookie信息以后 我就我再去请就这个个人主页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cookie信息把它给携带上去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一种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解决方案 如何去做 首先的话 我们先来打开这个简单 就是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使用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 会需要用到的一些真的技术 或是需要用的一些真的模块 那么在我们的派子三当中 我们这地方需要使用到一个叫做 htb cookie grgr的一个这种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这个cookiegr这个模块的话 是专门用来去处理这个cookie相关的一些真的东西的 那么这个模块下面主要有几个类 主要有几个类 第一个的话是cookie加 这个的话是最根本最基本的一个真的cookie处理的一个人类 第二个是filecookiegr 这个的话是专门用来处理那个什么呢 文件存储 就是把这个cookie 你把这个cookie前面这个cookie的话 它是只能存储到这个类存当中 后面这个cookie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个cookie存储到那个文件当中 后面两个叫做模子的cookiegr以及叫lwpcookiegr 这两个cookie的话 它是继承的这个filecookiegr 也是专门用来去存储那个什么呢 cookie信息的 那么这个模子的cookiegr的话 它和这个lwpcookiegr的话 他们都是非常相似 基本上都是非常相似 唯一一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这个模子的cookiegr 它是它存储的格式是以那个 就是那个火狐浏览器 那个浏览器兼容的一个正的一个正的格式 那么我们lwpcookiegr的话 它是创建于那个lab3wparparl标准的一个正的文件 一个正的格式 那么这两个东西都是比较相似的 那么我们如果想要有些时候 想要把这个cookie信息存储到本地的话 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mos的cookiegr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标准的话 这个setcookie3这个标准的话 还没有得到广方的应用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mos的cookiegr就可以了 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要把这个cookie存储到文件当中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解决方案 我们想要去请求个人主页的话 我们只要使用这个cookiegr就可以了 就是说将这个cookie 我们不要保存在本地 我们只要把它给保存在内存当中 就是我先登录登录完成以后 那么的话人人网就会把这个cookie信息返回给我 对对 返回给我的时候 那么我就把这个cookie信息先保存在内存当中 那么以后你下次再去请求这个个人主页的时候 我就将这个类型当中的这个cookie发送给那个服务器 对这样的话也可以使用那个需求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 当然除了这个cookiegr这个模块又 还有一个模块 还有一个模块 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叫做hinder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http cookie process 这个http cookie process 就跟我们上几个跟大家讲的那个什么呢 给大家看下 就跟我们上几个跟大家讲的这个pursy hinder是非常类似的 非常类似的就是你要去发送一个任何的请求 那么的话 你如果使用代理啊 那么的话你就应该使用这个hinder的对吧 那么如果你想使用保存那个cookie 那么的话你就应该使用这个hp cookie process 这个hinder的 是这个东西的话非常下次啊 创新完这个hinder的以后 那么的话就要去通过这个hinder 去build一个人的opener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走一下啊 哇 好来到我们的这个拍下半中 然后我们这个上吻右近新建一个Demo六 代某六代某炯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来写 我们这里边先把两个把它给copee过来 调整加c 然后调整加v 好 那么我们先把它下文了多些把它给导入一下 from urlaburlab import一下这个request对吧 然后from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htb.cookiegr import一下这个cookiegr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完成了 好 下面的话我们首先来做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就是登录对吧 登录登录完成以后 第二步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访问个人主页 访问个人主页对吧 好 那么首先第一步第一步的话里面又分为好几步 第一点一的话是什么呢 创建一个cookiegr对象对吧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1.2啊 这第二个的话使用那个什么呢 cookiegr啊 创建一个啊 那个ftd啊 cookieprocess opr oces对象啊 第三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呃使用上一步骤啊 一一步骤啊 上一步啊 创建的hand的啊 创建一个opener啊 第四个的话1.4啊 1.4就是使用open的啊 然后的话就opener发送那个什么登录的登录的那个请求啊 发送那个登录的请求啊 这的话就可以完成那个登录当时发送那个登录的请求的时候需要传递什么呢 用户呃 邮箱 邮箱啊 人人网的邮箱和密码对吧啊 人人网的邮箱和密码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一步啊 啊 我们现在需要保存这个cookie 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个cookiegr 那么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cookiegr来创建一个对象好吧 那么cookiegr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cookiegr啊这样的话创建完这个对象 创建完这个对象以后接下来我们再使用这个sttpcookieprocesser啊来创建一个对象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给他取个名字是hand的s-a-m-d-l-e-r s-a-m-d-l-e-r 等于这个什么呢sttp啊是request下面iqusd.sttpcookieprocesser 这样的话你这个地方需要传递一个什么呢 你如果使用这个sdpcookieprocesser这个地方 他需要传递一个什么呢 需要传递一个cookiegr进去对 那么我们就把刚刚创建好多cookiegr把它给放到里面去啊 就是cookiegr啊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这个ahead的创建 那么有这个head的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使用这个head的转来build一个opener对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opener啊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request.build的opener 然后再把这个hand的把它给传去iqn-d-l-e-r啊 好那么拿到这个opener以后 接下来的话我们去去向那个什么呢 人人网的那个登录的药发送一个这段请求啊 那么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啊需要传递一些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那个headers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那个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的话我们接下来先把这两个数据先把它给准备一下吧 第一个的是headers啊 s-e-d-e-r-s等于这个啊 headers的话主要是那个什么呢 主要是那个user agent的啊 后面这个cookie就不需要了 因为后面这个cookie的话 待会我们会通过那个登录的方式动态的获取啊 可能叫c 然后再来到这边可能叫v啊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user agent的啊 user agent的啊 user agent的写完以后 我们的这个headers就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data 就是那个呃登录人人网的那个游箱的那个密码 对吧登录人人网那个游箱的密码啊 那么我们这边写一个是那个啊 首先的是那个邮箱email啊 是那个970138014 add pq.m啊 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password pswrd 是那个我这边叫做python python spider啊 python spider啊 就是python爬虫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啊通过那个呃 req传的一个这样的request的对象对吧 那么就是req等于这时呢啊 requs的点那个request 然后是那个url url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登录的那个url 对吧 登录的url的话就是这个登录的url啊 同时加c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 叫做login啊 url等于这个东西对吧 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这个loginur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data啊 data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data啊 那么我们这个我们这个data的话 它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经过那个编码的对吧 那么我们就是需要导入一下另外一个东西啊 然后from下这个url incode下这个pass 对吧 需要经过b码啊 那么就是ur 啊passpass 下面的那个什么的urincode啊 把这个把这个data给进去对吧 好 然后我们这个data的话啊 它是需要传递一个什么呢 需要传递一个urincode的一个人的资料 对不对 说的话 我们在传递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给它进行解码啊 需要给它进行解码 这种方式的话 它是一个byte的一个人的数据啊 啊不是解码哈 这个东西它返回的是一个unicode 就是返回一个sdr的数据的型 那么我他他这边这个data这个地方 需要传递一个byte的数据的型 对吧 那么我们这边就需要incode成 byte数据的型啊 就是ut incode的utf干吧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还是那个hades 对吧 hades是等于这个hades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构建好了一个什么呢 构建好了一个啊 请求对象 那么有这个请求对象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会去给这个啊 网站发送一个请求了 对吧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啊 request下面的那个iq 下面的那个ur open啊 把这个iq对象给进去 对吧 好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想 不需要这个响应 好吧 不需要这个响应啊 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是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这个响 我们心的话 我们做这个登录的这部分 这部分的目的 我们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是为了穿 会为了去拖的这个cookie 对不对 说的话 他这个地方到底返回什么东西给我 我压根就不关心 对不对 我压根就不关心啊 说的话这个响应这个地方 我就不去写了 我这个响应这个地方 我就不去写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去访问一下这个主页啊 访问一下这个主页啊 访问这个主页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叫做大棚啊 大棚的主页啊 个人主页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 个人口的叫c拿回来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 我再加v啊 接下来这个大棚主页 拿到以后啊 我们的话就使用上部 就使用上部这个地方的那个啊 这个opener 再去访问啊 因为我们上部这个地方使用到这个opener啊 这个opener的话 这个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个handle啊 这个handle已经包含了这个cookie加啊 这个cookie加你就已经包含了那个什么呢 登录用到的那个cookie信息 好吧 说的话我们就不要再就新建一个opener了 我们这个地方就要去使用之前的这个opener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呃 发送 呃 获取啊 个人主页的那个信息的时候啊 哎 页面的时候啊 不要使用什么的 不要不要新建啊 新建一个opener啊 而应该使用啊之前的那个opener啊 因为之前的那个opener啊已经包含了 对吧 已经包含了那个什么呢 已经包含了登录所需要的cookie信息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啊 opener 啊 opener呢 open的 opener给open对吧 open 然后是把这个啊 大盆大盆又要给进去啊 好 把这个大盆又要给进去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啊 再把这个数据啊 再把这个数据得到以后 写到我们的那个对象当中啊 写到我们的isb手机换 就是对象对吧 再把这个再把这个返回的结果啊 再把这个返回的结果写到我们的这个啊 本地文件当中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无疑自open啊 然后是这个呃 太呃 是在人人吧 人人啊 或者叫做 叫做人人人点sml啊 html 然后是这个一写的方式打开 然后的话我们就要给他指定个编码 是incode 是这个udf-8 对吧 干8啊 uf uf-8 那是sfp啊 那是fp.fp.wid right是吧 把这个 isp i i i sp. 那个 read 把它给读出来 读出来 然后再给他进去解码 decode decod decode decode udf-8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啊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啊 这里的话我稍微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代码啊 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代码 首先第一步前面这些啊 前面这些的话就是构建一个这样的open的啊 那的话啊 使用一个cookiegr这个对象来保存以下面会用的那些这种cookie信息啊 就是把这个cookiegr传到我们这个handle的当中 handle的话在传到这个open的当中 那么以后我们使用这个opener去呃 请去登录的话 他返回到这个cookie信息就可以重造这个cookiegr cookiegr当中对对 好 那么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使用这个opener啊 去登录这个人人网啊 去登录这个人人网啊 登录完这个人人网以后 这个人人网他就会自动的把这个cookie信息 反反回给我们 反回给我们的话 我们的这个cookie信息 他就会重造我们上部啊 这个opener里面的这个cookiegr当中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访问一下这个个人主页的时候 我们再去使用这个opener 因为我们这个opener的话 其实现在的话是已经什么呢 是已经存储到了我们这个这个opener里面 已经存储的这个cookiegr 对吧 cookiegr就已经存储了之前你登录的那个cookie信息 那么你再去访问这个个人主页的时候啊 就可以访问成功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走一下 可能家怎么回事啊 然后呢 右键再来运一下 再运一下啊 好运行完成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人人网 这个地方收音 然后我们双击来打开一下啊 哎 哎 登录请吧 登录 怎么是一个登录的页面呢 我看一下啊 看一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看一下是不是没有使用这个head 好吧 那么 看一下是不是没有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open的话 是直接打开一个啊 一个这样对象 直接打开ui 打开一个ul啊 那么我们没有使用这个什么 没有使用这个heads 好吧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 再去使用这个heads 来 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要去使用这个heads的话 就需要创建一个request的一个认定器啊 对吧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req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requs 点那个什么request啊 然后是那个 大鹏 大鹏 然后是那个 heads的话 是等于这个heads啊 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再去返回isb等于这个什么呢 request点requs 所以点那个uilopen啊 点啊不是uilopen 是那个open的啊 open的点open啊 把这个iq对象点进去啊 可能这样是我们之下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啊 呃 这个我们先商量吧 右键来运一下啊 好运行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再来看一下啊 诶 这就有点尴尬了哈 这个看一下什么情况 难道是我的优户名和密码错误了吗 哦 啥别的是吧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不应该使用这个request点uilopen是吧 我们应该使用的是那个open的点open啊 啥别的啥别的啊 啊再来走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再来看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来到大城董城墨的这个页面啊 对不对 没有问题啊 so easy so easy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以使用这个什么呢 呃 代码 让它自动的去登录对吧 就不需要我们人为的去先从六轮器当中拷贝一个这样的库比信息过来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啊爬虫就会更加啊自动化更加自动化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啊 呃 这个代码的话可能有点乱哈 有点乱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代码把它给重构一下 把它给重构一下啊 怎么筹货呢 我呃 你想一下哈 下面的话其实两下面这两个的话可以分为两个模块 对吧 分为两个模块啊 第一个模块是发送那个请求 第二个模块是发送那个什么呢 啊发送那个个人主页的那个请求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上面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把它给分为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它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创立一个这样的opener 对不对 方便压方便下面去使用好吧 方便下面去使用啊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三个部分把它给分别定义成一个函数 把分别把它给定义成一个函数啊 那么我们这边就的df叫做什么呢 叫做那个呃 该的opener啊 该的opener opener啊 然后的话我们就把把这个代码把它给拿到这个里面来啊 然后的话这个把这个opener把它给反过去open了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下面这部分的话就是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罗丁登录人人啊 登录人人 然后把这个里面需要传一个仓数就是这个open的啊 就是你需要传一个open的进来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啊就是也把这个格式换一下啊 好 好那么接下来第三步的话也是啊 那第一个行数叫做什么呢 df叫做呃 v级vsid 我访问那个什么呢 访问那个个人主页profile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也是需要传一个open的进来对吧 好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把这个可能在ns啊 那么这个heads的话因为在这个地方也已经用了 了我就把这个heads这个东西哈把它给当作抽取出来啊 抽取出来放在外面放在这个全局的一个里面啊 好 好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个三个函数把它给把这三个代码把它给定义成那个函数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三个函数把它给串联起来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may函数啊定一个may函数 啊 或是我们直接这样去写啊就是may这个地方拍了啊 呃 然后我们首先的话先来创建一个open的对吧open的等于这个什么呢等于这个get open的啊 好 拿到这个open的以后接下来我再去登录一下对吧 因为你去访问这个个人主页之前你先要登录 那么的话就是logginglogging人人啊 然后的话把这个open的把它给传进去对吧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你这个地方创建的这个opener 以及这个里面使用的这个opener都是头一个opener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的话就是去访问一下这个个人主页 把这个opener给进去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登录登录的这个opener 以及访问个人主页的这个opener 都是头一个opener对不对 那么的话就是在这个里面 你去访问这个个人主页的时候 这个opener里面其实已经存在那个什么呢 其实已经存在那个cookie信息了对不对 好那么这样的话代码看起来就会更加简洁些啊 更加简洁些好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右键再来重新运行啊 看一下行不行啊 好没问题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也是来看一下啊 好也是可以访问对吧也是可以访问啊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代码就讲到这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东西啊 跟大家讲一下另外一个东西啊 不是介绍什么东西 要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注意事件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我是把这个呃人人网登录的这个url 把它给直接拿过来跟大家讲啊 并且这个地方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 并且我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是说直接传递这个参数是那个email 以及这个password啊 那么这两个参数的话是呃这个 这个人人网登录的那个呃 两需要两个需要传递的参数啊 那么可能有的同学就会想是吧 如果让我自己写我怎么知道这个人人网这个登录这个接口 他有哪些参数呢对吧啊 这个的话大家啊 大家不知道他有哪些参数是很正常的啊 因为你如果只拿到一个url的话 你是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个url 需要传递什么样的参数啊 那么这个的话 是我提前已经准备好的 提前已经准备好的啊 那么我是从哪里来的对吧 这个我是从之前的那个呃 之前的那个人人网改版之前的一个呃 把他给拿过来的啊 那么现在的话人人网是已经改版了啊 已经改版了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这边啊 如果你在这边 右进去查看一下他的这个登录的url的话 肯定跟我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跟我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现在的话 我我说这个东西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一点啊 你再去写这个实例的时候 你不要去过多纠绝于什么呢 不要过多去纠绝于这个ur 以及这个啊 以及这个password 以及这个仓数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的话 后期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啊 如何去爬取一个页面啊 然后的话去获取一些这样的仓数好吧 那么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跟大家 呃 现在因为我们没有跟大家讲到 如何去啊 现在我们只会我我 现在我们只跟大家讲到如何去爬取这个页面 并没有跟大家讲到如何对爬取到的这个页面 给他进行一些这样的数据过滤和一些这样的数据提取 把里面这些元素把它给提出来的话 你就非你就 针对一些这样的啊登录接口的话 就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好吧 啊 那么现在的话你就先不用管那么麻烦啊 你就直接按照我这种方式先把这个实力先把它给跑通啊 先把这个实力先把它给跑通 好吧好 那说的话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点啊 就是按照我这个啊 按照我这个什么呢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登录接口 以及这个两个仓数啊 跟大家啊 先把这个实力先把它给跑通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呃 自动化登录我们就讲到这地方啊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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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